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菜馬集作 今天是2021年11月6日星期六 拍片時間接近黃昏六點正 今天是出隔夜賠率的日子 自然來賠率遞擊的時間 務求在早票的階段為大家捕捉操盤手 以及大戶對明天賽事的看法 幫大家投注的時候吹吉避空 明天也算是大賽日 那場很觸目的苦力人袋其實只是group 3 當然,長途馬熱身也要靠這場 因為之後也是多一場馬會盃 所以這場預料本來所有長途精英都會試試 但事實又不是這樣 反而其他場合也有些觸摸賽事 騎斯王先 其實兩大,莫雷拉和潘頓 今次操本手不致可否 兩個都開差不多賠率 變成要求一些冷門的心水 待會再向大家分析 至於指數和外圍賠率方面 今次大戶似乎有些把握 對部份的場合沒有說很平均、意見不一 大部份的場合都有明朗的看法 待會和大家拆解吧 開始之前簡單提醒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鐘 真的更好 如果影片途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盡量看完它 多謝 首先回到騎斯王 這是5.15分 卡出來的賠率 開飛無奈 這時候潘頓和莫雷拉 大家可以看到 1.9兩倍 即是操本手都猜不到 暫時不想告訴大家 有什麼高低 他們自己都分不到 潘頓有隻緊張大師 只是一動 很久不見了 隔夜已經這樣 莫雷拉就是一堆 阿塞的馬 也挺兇的 風火戰區 聖德威風 醉眼光 那些都預計了一定會熱 整堆馬都很熱 除了致勝時機比較冷 是因為緊張大師在這裡才39倍 否則他也是10倍以下 而潘頓也是平均的 除了緊張大師之外 每隻都叫飛 所以你說買兩個是誰是自己心所喜歡的 沒什麼技術可言 都是夢後運氣 至於如果真的要搏冷 田泰安的禮牌也是騎半冷分子 十多倍 又不是這麼吸引 而且他騎9隻而已 蔡明少 本來擺他的三後仔 可能會猜他 因為跑十場馬 而且有些馬都叫阿菲 高東尼給他那一堆馬 有些金莊寧 但是現在蔡明少的馬是懶的 22倍 也是很尷尬 再數下去 巴道也不錯 因為他有飛輪閃耀 必長勝這些 但他隻數太少 只有7隻 變成又是吃虧 我再數可能要試一下潘明輝會推薦 因為他手上的暗牌馬都多 他有勇猛神區的那些 叫到少少飛 勇敢動力 另外有些圓圓動力 或者前進行運精選 超勁勇池也不是太差 未必是輸定的 如果真的要拼拼一下 潘明費30倍 就當買10元看看跑馬 都難以把握 因為多數告訴大家 都是潘頓和波雷拉是第一位 其他大家就拼拼一下 好 接著到各場的指數方面 這也是在5.15分卡出來的賠率 左手邊黃黃底色就是英倫的參考賠率 右手邊綠綠底色就是外圍的信心指數 也要多口提一句 大家要投注設計 不要光顧任何非法外圍 要光顧香港財馬匯 即時先到頭場 頭場是比較平均的場合 明天來說 帝班賽沒有什麼重心 反而有一種 外面大家都一致看好 7號會展達人是他們心目中的大熱 現在香港10倍 指數對板81 英倫開最熱那一種 現在香港有10倍 大家可以留意明天非數的動靜 另外英倫覺得帝毫保區好 外圍在5號摘星之光 除了講7號之外 大家在第二選中有些意見不同 這不大關係 而勇敢動力 這隻香港的大熱門 稍弱 我不是說很沒信心的 只是稍弱 因為現在香港也不熱 時大穩月馬熱一下 勇敢動力就一般 就指這場雖然是暖 平均 但也有一個範圍 大家都是看3、4、5 接著是7、9、11 這幾隻 大致是核心範圍 看看QT是否圍繞著這幾隻 接著去到第兩場 第兩場 又有隻一字看好 這隻新的馬 8號的炎炎元帥 信心指數是強的 OK的 82 而英倫也是開他刺熱的 現在香港有8.1倍 似乎是有些落飛空間 有紅利 英倫是看好的 擺了他做大熱 又是那句 英倫參考倍率 經常拿莫雷拉的馬做大熱 這個也無可口非 也猜到他可能會這樣 而這個圓圓動力 暫時來說 外圍也算是看好 但英倫是開他十多倍 這個就看看大家博不博他放頭 如果圓圓動力再可以 明天可能是放頭好 或者這組馬比較差 大家看到 英倫其實沒有多少隻買 只有幾隻 反而外圍的組票 比較多散落在其他馬身上 這個大家有些不同 去到第三場 有一隻冷門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5號的幸運精選 英倫也是開他一倍十 參考倍率 而信心指數是強的 但是香港有20倍 不知道為什麼 明天會比較熱 相反兩隻熱門 1號的金像非凡 和3號連連行運 兩隻都不太對版 信心指數是弱的 英倫也是5點幾倍 如果英倫開得1倍4 參考倍率 都是偏淡的大熱 似乎這兩隻都要小心一點 似乎 另外 13的美活人生 反而是好一點 因為以8.5倍的賠率來說 有指數方面 就算是OK的 這些是半熱門應該有的指數 如果放在1號和3號那兩隻全熱門 就是不對版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看 半熱門5號的幸運精選 和13號美活人生 去到第四場 暫時兩隻大熱門 有狀元及底 和8號最眼光 預料這兩隻現在隔夜非熱 到時這兩隻熱一點 對版的 不論英倫和外圍的信心指數 都是OK的 這場沒什麼特別 有核心範圍 1238 好像全世界都是這幾隻 1238 可能加上9號、10號 邊線腳 似乎有核心範圍 QT就似中層 看看是不是這麼簡單的場合 去到第五場 第五場就變回暖局了 這場沒有第四場這麼簡單 有一隻只叫做稍強 寶貝爾 我看到英倫最熱 最熱也是一倍五、六倍 參考倍率 信心指數是OK強的 除了7之外 9號 現在香港稍微大熱 那隻筋斗雲完全不對版 英倫給他一倍十 信心指數很疲弱 當然 這場的信心指數 很多馬都有指數 大家這裡審點 那裡審點 沒有哪隻特別突出 而外圍另外看了一隻 10號的天天得落 這隻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半藍門有1號高耀之聲 以及2號前進 這兩隻 以十幾倍的馬來講 可以留意 而我心目中 這兩隻有班底的馬 應該要熱一點才對 指數高也是合理的 好了 去到第六場 外圍組飛很少 這場根本大戶不想沾手 哈哈 看到馬都吐了 那一類的 而英倫開5和7差不多 小太陽和聖德威風差不多 如果這樣去計算 7號的聖德威風 現在香港24元 是不抵的 這個賠率不是很對勁的 對於信心指數也是偏強 但是如果亞塞的傳染門是可以的 信心可以去到84、85 甚至更高 我們也見過 這個聖德威風嚴格來說 不算很好信心 反而小太陽又好些 如果看票來講 暫時 2號的必詳性也是不對勁的 大家看到 英倫的參考倍率也是偏冷 信心指數也是偏弱 這場基本上是叫大家不要投注的 如果以外圍的指數來看 那些票數也有點不對勁 大家到時要留意 或者搏下冷碗 好了 去到第七場 全世界一字看 四個時時有餘 反而大熱門 現在三號龍股飛揚潘頓 一般而已 不算好對板 對板是四 時時有餘 這個就要大家留意了 另外 7號飛輪閃耀 英倫開它的參考倍率也是最熱的那一隻 但信心指數是沒有的 這七號在初盤來說是死定的 看看大家信哪個意見 而我自己覺得飛輪閃耀這一馬 都是有點缺乏半軍常 我不敢批死 但冠軍上真的差了一點 所以那些雲飛帽也很合理 你會看的人也會看 另外 3號龍股飛揚稍弱 4號強 其他一半半的平均 勇猛神區也是弱的 這是六號碼 大家要注意 去到第八場 這個壯觀 這是末日指數 全世界只賭一 緊張大師 除了一之外沒有 其他全部是沒有的 不是七、八、七、九 是沒有的 不過這個很有可能是緊張大師的表演賽 我們賽前也覺得是 反而英倫給了兩隻冷腳 大家參考 6號重組成名 以及10號的致勝時機 但我相信重盆重組成名 也不會是冷門的 意思就是這兩隻給大家參考 這場沒什麼好說的 去到第九場 第九場有兩隻熱門 叫做飛D 1號的喜遇堡 以及2號的馬爾代夫 這兩隻相對都叫做OK對版 我覺得以飛數來算 2號的馬爾代夫 是稍微強過1號的喜遇堡 這是大家要留意的 另外 3、7是稍弱的 3號勁力十足 以及7號的超勁勇士 一般而已 英倫只有幾隻馬爾飛 還有11美麗精神 11美麗精神 現在隔夜很重飛 看看到時候會有什麼情況 到了尾場 1號的風火戰區相對比較對版 比起剛才的聖德威風 這隻的飛數是比較強的 英倫給了他23塊 這隻全日第二隻熱門馬 而外衛84也合理 另外英倫看到13號的美麗滿滿 可以留意 南門5號金莊令 其實英倫十幾倍 我沒有寫下去 信心指數是OK強的 這隻在排位的時候也有貼到 看看能否開得出 其他馬就相對平均 如果今天看完這麼多場 南門可以推介第三場的5號 幸運精選給大家 而緊張大師 暫時來說是不能輸 看看是否真的不能輸 最後也簡單提醒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 和YouTube會員頻道 也新增了連費計劃 例如接下來海外賽事肉馬者 每一般提供都會放在裡面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方 給like、 comment、 share 或者買一份雷神馬驚支持 我都會感激大家 無需要課金也可以 最後多謝大家 收看今期的閃馬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